She's a Mona Lisa 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bad to feature You'll find the beauty goes much deeper Once you get to meet her 前往葡台島的主要方法 就是來到香港仔海濱公園 尋找香港仔王葡台島的登船口 來回船費每位$50 回程時需要出示這張票 記得保留 雖然時間表在10時才開船 但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客人直接開船 比預定時間早了半小時 大家要留意吧 經過1小時的船程 我們終於到達了 葡台島是香港最南端的島嶼 面積只有3.7平方公里 今次1至3號路線都會走 OK便出發了 下船第一件事當然要去廁所 第一次去公廁外面有河景 但記得它是行廁的關係 所以不必多帶水來洗手和飲用 經過沙灘向右邊的路一直走 今天天氣真是很好 萬里無雲 有一種去了旅行的感覺 大約5分鐘便來到3號路線的景點 就是天后廟 外觀就是這樣 不過我對對面的路更有興趣 感覺打卡一流 一起過去吧 終於沒有人了 跟我一起走下去吧 這條路真是有一種去了天涯海角的感覺 大家同不同意嗎 總括而言 3號路線是一條比較簡單直接的路線 相對上沒有特別的景點 亦因為地理限制沒有完善的路 所以我們特留15分鐘便離開了 然後沿著民居的小路走出大路 走走走竟然見到生了海草 而葡萄島的特產就是海草紫菜 大家記得買一包試試 我們一直向前走 來到這裏有一條樓梯上去 士多旁有一塊石頭指示我們的方向 沿途還有一小段竹林 沿途還有一小段竹林 經過10分鐘左右的路程 終於見到橙色的欄杆和海景 走多幾步路便會見到2號路線 超級美 有一種不在香港的感覺 這段路的好處是非常人工化 打卡也很有感覺 除了打卡之外 記得多用眼睛欣賞這裏的美景 我們繼續向上走 就是這條長命樓梯了 對面不太清楚 好像是旺觀日庭的路 好,如果有補充歡迎告訴我 沿途景色和好天氣 今天郊遊真是一流 葡萄島其中一個地標 就是靈龜上山石 這個位置看得不太清楚 這個角度是否好似呢 真是不得不讚嘆 大自然的鬼夫神功 另一個是曾仁石 的確有人的外形 終於來到 超級多人露營 四面環海露營 真的很棒 來到126燈塔 一望無值的大海 真的很棒 完成2號路線 便沿回沿路走出去 然後便會見到這個路牌 然後便是一大段上樓梯的路線 咬牙關堅持煮藥 走了一段 終於有一些海景 陪著這個山景 真是超級舒服 我們便繼續向上 終於看到路牌 右邊遠處就是棺材石 真是挺像棺材 臨走快來士多食物 醫肚 環境都算開陽舒服 這是餐牌 當然食物的選擇比較少 但推介大家可以試試 餐蛋公仔麵和紫菜湯 紫菜湯到了 終於有一碗熱騰騰的湯落肚 讓我快點試試 感覺就是一般的紫菜湯 但當下有一碗湯喝下 真的不錯 這個就是紫菜餐蛋公仔麵 外觀看起來不錯 坐在海邊吃真的很棒 我也有點後悔沒有吃到公仔麵 最後我們坐三點正的船回香港仔 今次這段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新年快樂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